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新穿搭 衣品简单随性 绿色帽子和短袖有亮点 王一博的穿搭中 有着自己特有的风格 简单随性 却从未让人失望 气质拿捏到位 总会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行走的小乡风 更是时尚的icon 这就是王一博的魅力所在 其实王一博的穿搭放在普通人身上 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气质 可是在他身上 总会凸显前卫 这次乌镇戏剧节 王一博四天的行程中 穿衣都很低调 一如既往的黑色系为主 简单随性的外套 却大有来透 休闲的外套 军绿色和黑色外套 休闲中带着随性 低调中带着时尚感 在今年 我们发现王一博很喜欢休闲外套 多次公开亮相中 都是休闲外套 其中石头倒家的出镜率很高 都知道王一博 今年钟爱高尔夫 这次王一博的内搭T恤 衣服背面的图案 让人眼前一亮 时尚的年轻人都钟爱打高尔夫 王一博是把喜好刻在骨子里的一个人 喜欢就这么简单明了 同时呢 王一博发现 四天的行程中 每天的穿衣风格变化不大 却在细节处 凸显个人风格 其中 王一博的帽子是标配 他是真的好喜欢Palace家 这是运动休闲风格 备受王一博青睐 就说他家的帽子 王一博戴过多少顶 从真知帽 休闲帽 渔夫帽等 差不多应有尽有 不过这次有点不同 那就是在乌镇第四天的时候 王一博戴了一顶绿色的P帽 非常的显眼包 人群中 一眼就可以看到 都知道王一博喜欢绿色 没想到绿色的帽子 这次就戴了出来 好多人说 估计大部分男生不会随意戴绿帽子 唯有王一博 这么显眼且大胆 是不是有种人群中 隔世一道靓丽的风景 就是与众不同 要的就是这么随性且特别 没办法 这顶帽子瞬间引来不少人的围观 网友看了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绿色的帽子 王一博你是有胆识 果然有品味 男生一般不会头顶一抹绿 更别说绿色帽子了 虽然口上这么说 可是依旧不妨碍一点 这顶帽子出圈了 甚至有不少人居然说 王一博戴出来的 都看着很新颖 曾经不敢尝试 如今发现绿帽子 还挺有品味 没办法 这就是王一博的魅力所在 凡是王一博上身过的单品 如果有出彩的地方 很容易成为大热的爆款 这次的绿帽子 和带有高尔夫图案的衣服 都成功吸引到不少年轻人的关注 王一博穿衣很舒服 时尚且潮流 备受年轻人青睐 特别是他可以叠穿出不同的感觉 说到底 还是气质和身材有优势 总会呈现出衣服的精彩之处 人家是衣服衬托人 到了王一博这里就是人穿衣服 彰显衣服的特别之处 凸显时尚与前卫 哎呀 好有魅力的一个男人 穿衣品味确实有自己的味道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